好,继续谈回KAR-52的情况 我的考虑在KAR-52 看起KAR-52,是一部相当好的直升机 但大家也见到俄罗斯真的很恐怖 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正在损失这架攻击直升机 所以在戰場上,卡52攻擊機 由開戰以來這8個月已經損失了 俄羅斯卡52的直升機總數的四分之一 即是沒有了25% 挺誇張的 其存貨大約是90至100架 沒有了23架 這樣算是四分之一以上 挺誇張的 其實共軸雙船機沒有尾形 相對的雙船機可以短一點 短一點,你不要看短一點 如果你把它放在纜上,就很好用 所以這一步,即是我們講到卡52 會不錯,我們稍後再說多一點 我們看回英國國防部那邊其實都表示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講到卡52 他最受什麼呢? 他最受就是一些manpads的影響 一些manpads其實是打他下來的時候 真的沒有仇報 其中一些沒有仇報的,包括英國的升光系統 英國的升光系統也都在戰爭中期 初期至中期,其實都已經交付給烏克蘭 大概沒有記錯,五月六月左右都已經有升光 升光也知道是非常難做干擾和攔截的情況 其實有很多直升機,即是俄羅斯 有些直升機,他們都配備了一些干擾系統 配備的干擾系統,就是干擾對方的Laser 令到他們沒有辦法瞄準 但是,好死不死呢? 升光是有兩個Laser的追蹤原力 你干擾到一個,你干擾不到第二個 然後,他們一樣,一個Blade Jam 另一個源頭繼續追著你來打 老實說,飛得那麼快,你又飛得那麼低,那麼近 其實,干擾都干擾不遲 對方的埋伏,其實都打得你很近 Stinger 又是一個非常好的manpad 最極的俄羅斯直升機 其實直升機雖好,但如果你沒有其他空中支援 或近空支援,或者真正做到空中優勢 其實,你的直升機和地面部隊都很難咬 俄羅斯的直升機其實相當尷尬 俄羅斯的直升機不是低屬於陸軍 應該很多都低屬於空軍 所以,他們的出擊時,他們又不會配合坦克一齊出動 所以,他們的坦克又受不到直升機一個長程的火力支援 所以,他們的直升機真是獨自地去出擊 所以,你見跟北約體系那種直升機和坦克地面部隊的配合 又或者跟F-16、A-10、阿伯奇等等 那個配合,其實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我們說到俄羅斯的聯合作戰,實在是非常之差 每個系統都是單一去拆開一件件 感覺像我女兒在玩色木,一塊塊在砌 不像我們長大一點之後,砌整個系統都砌出來 俄羅斯並不是太流行聯合系統和聯合作戰 並不是太能做得到 所以,你為何會有這麼多manpads 就是你無法把空中的優勢拿回來 然後,就不斷派人去掃平 下面可以包括派遣、轟炸機、攻擊機 炸到下面,炸到沒有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對方的manpads 自然都會比較少 有時亦有防系統附近做攻擊 但如果你有空中優勢,又不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講到卡52,即是被攻擊 當然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講起俄羅斯,即是他們的直升機的損失 其實都不只有卡52 其實他們還有其他直升機 如果你說起有什麼直升機 是大家都會熟悉的 例如這一部,即是我們講 米24 米24 大家都比較熟悉這一部 格鬥型的直升機 即是我們叫攻擊型的直升機 它的損失都有 或者我們講到米8 米35 米35和米24很相似 都跌了不少 米28 攻擊直升機 其他的直升機 其他的直升機 有些確認了 即是在他看到 有圖有真相有片 記下了 有什麼直升機的架次被損失 Oryx 記在座 是54架 其中23架是卡52 但如果你根據Oryx 這個實數 就是一個 以他眼看到的 做記錄 但有些情況 可能是你見不到的 包括有時候 直升機可能失事 跌到自己的地方 即是不一定會跌到烏克蘭 可能會跌到俄羅斯的地區 可能你也看不到 我們相信 具體的數字 應該會比較誇張 好 現在俄羅斯對著直升機的庫存 其實真的有點頭痛 老實說 他們的直升機不是很小 即是俄羅斯空軍 只是武裝直升機 有幾百架 其實也算挺奢侈的 在幾百架武裝直升機裡面 中國也不少 中國沒有那麼龐大的數量 但是俄羅斯好的地方 在於他們的武裝直升機 全部都是重型的 你見到 主要是他們不受限於引擎的出力問題 所以你見到米24、米35、卡52 全部都是重型的武裝直升機 那就是那個籌載量救 以及最重要的是 武器籌載量救 以及航程夠長 這對中國來說 也是一個很羨慕的地方 因為中國的引擎出力不足夠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無直升機 其實長期都是想爭取海外市場 但是奈何 即是這部直升機 老實說 你看他的樣子 他已經算是幾次阿帕奇那種樣子 即是要你說樣子 但無奈出力不足夠 所以出力不足夠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 他爭取海外訂單 就會比較尷尬 他很多時候 又會被土耳其搶 他的單 土耳其有一架叫T129 如果與中國相比 就這樣看殼 你會覺得大家都好似 但土耳其的引擎又如何 引擎是BAE 給他的引擎 貝宜公司給引擎出力 當然是相當不錯 跟阿帕奇和卡52 還有一些距離 但以噸位來算是夠用 所以行程、籌載 只要你的引擎夠好 兩方面都不會差 所以表現上 會比武直升 剛才我們看到那部是好的 在出口市場上 T129 就原勝中國的武直升 所以你們會觀察 中國武裝直升機的發展 長期都不太好 所以也牽涉到 如果中國攻台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尷尬局面 就是如果他們真的 要用到武裝攻擊直升機的時候 那會有什麼選擇呢? 因為如果你用到武直升機 跨過台灣海峽的情況 其實都不是特別理想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你過得去 不太夠有 就做前鬥 即是跟當地的直升機 又或者其他 去做一個戰鬥的任務 可能又不是太足夠 如果擺上去 1075 其實最後的行程和籌載 都不算太理想 所以大家也發現 中國似乎都頗有心 去訂購卡52 尤其是卡52的艦載版 卡52的艦載版 我們稱為卡52K 如果能夠登陸在中國的艦載版上 那當然是好處 我們剛才也說過 卡52的好處是 因為它可以 一個比較短的機身 在艦載版上 是串金尺套的 所有空間都這麼重要 這部機身比較小 最重要的是 船翼要摺得起來 摺得起來 摺得起來 就變得很好用 因為摺得起來 空間就會小很多 如果大家看 航母 在飛機上也是一樣 即是如果可以 它的藍座機 你看到固定翼 其實它全部都可以摺 摺到翼之後 也可以讓空間減少 有效 可以摺得更多 藍座機 我給大家看看 卡52K 那藍座版 它真的可以摺到翼 你這樣摺到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很短 因為它沒有尾翼 沒有尾翼 所以它可以小很多 不需要延長後面 然後再加上尾翼 雙獨心 不需要這個問題 共翼雙船 兩邊 一個正方向 一個反方向的旋轉 抵消了 你看到頭部的尾翼 不需要一個尾翼 做前進、平衡、力度 不需要 其實它的設計 是蠻聰明的 但當然 卡52的問題 就是 共續雙船的維護 相對是困難一點的 如果你說 俄羅斯的後勤維護 當然是不出名的 當然是蠻麻煩的 這可能是導致事故不斷的原因 其實卡52 在俄羅斯的運用上 你說有米-28 米-28之外 也算是俄羅斯空軍 發射他們的反彈導彈 是最好的武器 現在他們有一支導彈 叫做Vicar 給大家看看 它是一支地獄火飛彈的武器 它本身都蠻好用的 給大家看看 卡52的全副武裝的樣子 它有一個Stub 即短臂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短臂 有不同的地方 火箭 這些必須要有的 你看到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武器 剛才我們說到 有類似地獄火飛彈的武器 所以相對 相對是比較好用 即是可以攻擊到 大概5公里以外 即是再遠一點 射程 可以令到附近的坦克被開罐頭 所以攻擊坦克最好的武器 除了N-Law 除了標槍之外 其實直升機 真的是真正的坦克殺手 因為直升機 離地幾百英尺最少 你可以在大約10公里發射 即是這隻的導彈 即是坦克裝甲部隊 在那裡攻擊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我們說到 經常性卡吾爾 即是經常性卡吾爾 都無端端被擊落 其中一個都幾大問題 就是他剛剛垂直起飛的時候 就是他那個 防禦力最薄弱的一個時候 另外一個火力的問題 就是我們說 直升機 如果他發射火藥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停在發射 這一刻停留在空中 又會危險 會被Man Passer 看中了你 就是在附近埋伏的時候 攻擊 所以你看到卡吾爾 今次使用上 攻擊對方 當然卡吾爾的火力是很強的 但相對 如果被Man Pass 不停地 在四方八面 都不是辦法 但偏偏 俄羅斯戰術 沒有辦法 清除得到 附近的防禦系統 和Man Pass 所以這些武裝直升機機組人員 其實在烏克蘭面臨的風險 就是不層常被告的 如果有時避免這些問題 他可能要作出一個策略 可能要飛得很低 飛得很低 可能飛到低到十米以下 可能有機會 有時可以避免被雷達的鎖定 但當然 你對Man Pass 都能夠鎖定你的 所以現在的卡吾爾 究竟是怎樣做得到 自保的情況會好些 有些困難 你看到烏克蘭自己 他們都會有損失 直升機 但沒有你差那麼遠 即是烏克蘭 大概沒有了十二架 但俄羅斯也沒有了五十二架 加加萬賣都很危險 但如果要像烏克蘭 飛到只有五米的高度 說真的又不容易 即是這個 剛才提到的維修問題 有時都會退遲了維修 退遲了維修很麻煩 高科技組件又沒有了 有些朋友說晶片 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不要說到這麼厲害的科技 其實只是簡單的 技術的故障 其實他們都未必能克服 所以到很麻煩 相對我們看到卡吾爾 現在的情況 就要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卡吾爾 可以說我們可以請球 為人生為選擇 王虛 發展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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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